走出宪法法庭 虽然还没有结果 但对陈运轩来说 仍是一丝希望 当年母亲生病 让她想加入救援的行列 却因为身高没办法实现 其中报考资格 一般人是160公分 原住民则是155公分 她提出质疑 因为进去我们大家都是受一样的训练 那就算种族不同 可是进去做一样的训练 我们出来的体能水准 应该也是一样的吧 和同学们一起救货 练习涉水救人 这些都是她当年在难投受训过程 不只要比试过关 这些所有的项目也得要通过 才能成为真正的消防员 却在最后一个关卡 出现身高不符合 陈运轩2018年通过特靠 各年到受训中心训练 被认为身高不符合规定 要求她复检 结果出炉为158.9公分 差了1.1公分 被废止受训资格 她还认为侵害到扶公职的权利 觉得这项规定违反平等和比例原则 从宿运行政诉讼 一路达到宪法法庭 但身高差异的原因有哪些 被执行政诉认为 做得太久了 然后背部的肌肉其实也没有训练的很发达 所以可能会有原背型的驼背这样子 最多驼背的姿势之下 可能身高还会在比之前测量的还会略为缩短一点点 不过这个大概都是在一公分左右的一个差距 被执意规定不符合宪法 内政部以及考选部则主张 规定是因应警销人员在勤务和设备上的实际需求 具有正当性 虽然宪法法庭的结果还没出炉 但对陈韵萱来说真的是一口气 成为消防员的梦想 现在只能放在心中 但想救人的心和行动 他永远都会继续